11月17日 左左慕希在INS上宣布了自己怀二胎的消息 丈夫杜布健也同时发布了INS 表示自己非常感动 但在如此温情的时刻 中日网友们却是话锋统一地开启了泼冷水模式 他是救过他的命吗 还为他生二胎 左左慕希是有绿帽屁吗 他的脸是用智商换的吧 孩子可能不是杜边健的 不怪网友们毒蛇 实在是国民女神左左慕希的婚姻走向 有点太过奇葩 2020年日本娱乐圈大瓜旧事杜布健出轨 这个台上无限搞笑日本男艺人 在娶了日本第一名女左左慕希后 被曝出轨成艺 据日媒报道杜布健的出轨对象不止一个 累积出轨182人 出轨对象的职业除了一般职员外 还有女相扑手 甚至女优 出轨对象年龄跨度从20岁到50岁 性别也不挑 还有男艺人 而杜布健在和左左慕希结婚前就出过轨 在和左左慕希婚姻存续期内 她同时与六位女性有着不正当关系 她上辈子可能是只八爪鱼吧 这么会劈腿 可以说杜布健的出轨数据记录无人出其右 至今还未被其他艺人打破 2017年杜布健与比自己小15岁的国民女神 左左慕希结婚 还被媒体戏称是美女与野兽的组合 后续杜布健因为宠亲人设受推崇 不仅在婚礼上发布甜蜜的结婚宣言 还经常在INS上分享左左慕希亲手做的料理 双方非常甜蜜 赢得了不少网友的好感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在左左慕希看起来是温柔踏实的丈夫 却有着另一副面孔 在出轨风波后 文春记者采访杜布健 问题犀利 你都有这么可爱的太太了 为什么还要出轨呢 杜布健回答让人拳头都硬了 我和太太的关系很融洽 现在还在积极造人呢 不过这是两码事 看到可爱的女生就会忍不住 这是什么神奇发言 由此可见 男人出轨与妻子好不好看 真的没关系 而杜布健也尝试通过别的渠道发声 替自己出轨找补 出轨事件曝光后 杜布健的朋友爆料称 左左慕希只是看上去像完美妻子 实际上在家不收拾家务 十分懒散 这让性格细腻的杜布健很不满 前头在媒体面前认错 后脚将出轨甩锅给妻子 左左慕希不打扫卫生 是出轨正当化的理由吗 杜布健怎么不干脆 取个脱扫一体机器人呢 网友纷纷dis杜布健 将他的百科名字改成狗屎 但没想到的是 左左慕希的选择 与大众期望的背道而驰 出轨风波后 有人说左左慕希做好了离婚的准备 毕竟 左左慕希刚嫁给杜布健时 就不必看好 更何况 他还出轨成性 在众人看来 左左慕希肯定不能忍 但没想到的是 女性期报道 左左慕希的朋友 透露了她对丈夫出轨的态度 不分居 不离婚 既不分居 也不离婚 最重要的是孩子 因为父亲的存在是很重要的 左左慕希为了孩子忍气吞声的选择 也不难理解 毕竟娱乐圈老前辈也有过诸多先例 贾静文前夫孙志浩 在他产前载着年轻美媒逛完夜店 酒驾被台北市仅信一分局 拦检查获 当年贾静文为了发展事业 对老公绯闻选择了无声态度 但我们清晰可见的是 一时的忍 并没有修复他们婚姻中 因丈夫出轨重现的裂痕 时隔数年 这些当时想着忍一时风平浪静的女性 最终也回归到了单身女性的这一角色 而左左慕希不太一样 从行为上看 她是真的发自内心地原谅了 频繁偷吃的杜不健 这一点从她得知杜不健出轨后的反应 就可以溃之一二 不仅代替丈夫道歉 更是对离婚闭口不谈 其实原谅丈夫偷吃并生下二胎的 不只有左左慕希一个人 前段时间奶茶妹妹也已先一步怀二胎 亮相媒体眼下 但左左慕希和奶茶的本质不太相同 奶茶妹妹依赖于总裁夫人的标签 她的选择可能给予权衡利弊 毕竟刘强东能够带给她的价值 远大于出轨对她的损耗 但左左慕希图啥呢 虽说日本娱乐圈向来男性出轨 配偶都基于经济压力而选择原谅 但这肯定不是左左慕希不离婚的理由 毕竟她可是全民初恋左左慕希啊 1998年 左左慕希出生于日本秋田县秋田市 她从小就是美人胚子 一双大大的眼睛仿佛会说话 笑起来特别好看 中学毕业后 左左慕希开始在杂货店打工 2005年 18岁的左左慕希 被日本全国寻找美女活动的星探发现 次年 就获得初代新人美少女发现栏目冠军 左左慕希是当之无愧的全民初恋 后来 美国电影网站 举办全球最美丽的100人的投票中 左左慕希脱颖而出 成为唯一一个入选的日本人 成为公认的日本第一美女 不仅广告代言接到手软 她在电影界的建树 也颇风 她出演的电影天使之恋 影片中她自然甜蜜 一颦一笑都散发着可爱的气息 图书馆一吻 让无数人尖叫 被称后来者的经典 2010年 左左慕希的颜值继续出圈 她作为最美面孔日本美女 入选美国杂志网站评选的 2010年全球最美的人 100位排行榜 她排行第33位 被誉为美国最喜欢的日本第一纯情美少女 因为和宠物精灵相似度99% 粉丝给她取了个外号叫胖丁 尽管她经常被人说唱歌五音不全 演技尴尬 说她是日本最美的花瓶 日本网友评选 演技最烂的当红女星 胖丁平实力一马当先 电影《风俗店》改变人生中 她扮演了一名夜女郎 网友看过之后 遭到恶评 这么烂的演技 演得真是尴尬 如果想欣赏左左慕西可爱的话 这部电影满足你 但从一名专业演员来说 她的演技不及格 2012年 左左慕西与申田公子 合演日剧《空姐行警》 当时日媒报道的重点是 身为女主角的申田公子 不满左左慕西演技不济 加上没有背熟台词经常恩机 直接脱离拍摄进度 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拍摄现场更是充满火药味 相比之下 左左慕西只有在 伊藤君A到一 这样的深夜剧中挑战尺度 才会引发尖叫 那个男人是谁 即使2017年 左左慕西结婚后 她的神言 依然稳居最美的脸蛋 盘行榜当中 而且是女性票选出来的 可见国民度有多高 日本的公信榜 每年都会对 10岁到60岁的日本女性 进行面部喜好调查采访 评选出她们心目中 日本女星最想成为日本神言 榜单前十名 2018年 左左慕西名列第四名 而左左慕西本身也是多西艺人 即模特 演员 主持人 歌手于一身 根本不差钱 可以说 左左慕西完全是漂亮又多金的日本女星典范 虽说日本搞笑男艺人挣的不少 杜不剑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左左慕西绝对不是需要依附丈夫收入生存的传统日本女性 左左慕西在结婚后 几乎停掉了自己的所有事业 没有拍戏 没有代言 就连百科的资料 最终显示的也是2018年生子的讯息 婚后居家 相父教子 左左慕西做出的似乎是大多日本女星的选择 但最终婚内生活的平静也因丈夫出轨而打破 在杜不剑出轨消息闹得举国皆知的时候 她的事业也全面停摆 甚至面临着赔偿天价违约金的后果 而左左慕西则选择付出 继续接了几部戏与代言 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 婚后身为全职太太的左左慕西选择了付出 都以为左左慕西的选择可能是打一场主妇反击战 化身独立女性 由于丈夫出轨全国皆知 所有人都对她抱着满满同情与支持 因此左左慕西的付出事业异常顺利 不仅接到了两部剧 商务代言也十分可观 甚至还被发现悄悄以个人名义 买了四亿日币的豪宅 与此同时 关于左左慕西与杜不剑将离婚的传言也愈言愈烈 但没想到的是 她后续的行为更像是为了成为丈夫付出垫脚石 时不时比狗仔曝光一家三口出行的温馨照片 左左慕西公开否认离婚传闻 甚至主动在社交媒体宣布 今后将从零开始守护丈夫 杜不剑在妻子的权力支持下 或速在搞笑节目中付出 但因为杜不剑的丑闻实在是过于惊人 很多电视台并不敢用它 其他搞笑艺人也担心跟杜不剑同台 会提及她多人运动的梗 伤害到左左慕西 左左慕西却照常为丈夫扫清障碍 称自己完全理解 能理解丈夫付出后 同台艺人玩梗的难处 就算在节目上玩布伦梗 我也不会生气 真不知道是夸左左慕西宽宏大量 还是太能豁出去 她也身体力行 表现对丈夫的支持 在节目上也发挥着喜剧特色 不顾任何形象的半鬼脸 做出奇怪的动作 粉丝不得不担心 她的演员属性受到伤害 但左左慕西在节目选择上 却有她的抉择 如同她的婚姻 可能很多人很想看到左左慕西 成为另一个渡边性 果断同出轨的丈夫 东出昌大离婚 带着三个孩子移居法国 斩断过去生活 继续开展演艺事业 但左左慕西常有 渡边性不常有 感情遇到裂痕这种事 真没什么标准答案 有人选择独立前行 也有人基于各种理由 接纳婚姻的裂痕 说左左慕西二胎 是用智商换了颜值也好 说她扶贫恋爱脑也罢 能够承受选择 带来的最差后果 便是求人得人罢了 最后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别忘了按个赞 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